台湾灯会在台中举行 虽然天气冷嗖嗖 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还是有不少人前来赏灯 现场还发送今年的小提灯 逛累了 附近还有道地的美食小吃 有吃又有玩 大小朋友都很开心 往前往前 常常排队人龙 就是要领今年的灯会提灯 拿到的小朋友好开心 真的还排小提灯了吗 有排到 有 很开心 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选在后里花博园区举办 就算是白天不点灯 灯会现场依旧引来不少民众赏灯 一颗球的还蛮特别的 然后后面有恐龙的也还蛮不错 蛮适合小孩看的 灯会总展期从去年12月开始 为期长达65天 尽管天气冷嗖嗖 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不过不影响民众的心情 还是要带着口罩出来 对对对 都要带着口罩 出来玩 还是要出来玩 现在还蛮空旷的 在空旷的地方 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政府防疫做得不错这样 要是逛累了 还可以吃吃当地美食 这一碗热腾腾的猪血汤 一端上桌香气扑鼻 猪血大肠粉肠心管肉 隔肩肉料多实在 是不少老偷来到后里 必吃的美味小吃 还有还有这间糯米肉粽 馅料葱头虾米香菇三层肉 每一颗都是亲自手包 传统古早味 成了热门排队美食 想逛逛夜市 也可以到邻近的风源 庙东夜市排骨面 做无需席 就是要吃上这一味 台湾灯会不只赏灯 还能品尝 道地美食 带来观光效益 也为这些小吃 创造高人气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